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猪佩奇 欢迎收看堂堂亲子游戏 今天呢 我想要玩极具蛋 小朋友喜欢玩极具蛋吗 也请小朋友和我一起玩哦 接下来的拆弹节目开始哦 我们这里有几个极具蛋呢 一起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哦 刚才有十个极具蛋呢 先来拆一个女孩版的吧 这是女孩版的极具蛋 里面还有新奇的玩具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新奇的玩具呢 这是一个箭子 鸡毛箭子玩具 必须要我们组装一下 这一张警告呢 说里面有小零件 不适合三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好了 我们开始动手制作箭子吧 里面送送了两张布条 两块布条 还有一个制作箭子的模具 把两张布条呢 交叉的穿进孔里面 好了 已经装进去一条咯 还剩下最后一条 这边同样的 把布条呢 穿进孔里面 好了 装进去 好了 这个箭子 很容易的就制作成功了 很容易的就组装好了 看一看漂亮吗 可爱吗 小朋友们平常喜欢踢尖子吗 踢尖子是一项很好的体育一顿 可以帮小朋友们 分量好身体 让小朋友的身体棒棒的哦 再来看一个南海版的吧 南海版的里面会插的什么玩具呢 看看说明书 这是猜到的是一个公仔 这是海洋里面的生物 这是海狮吗 那应该不是海豚 海狮或者是海豹吗 还有一只头上长着像鹿角一样的动物 这是企鹅 这就是这次带里猜到的宝贝 这是什么动物呢 大家有认识的吗 这张图片上呢 有四只这样的动物在海里面 在海里面玩耍 这是什么动物呢 就是这只动物 这是海里面的 生活在海里面的动物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呢 小猪佩奇 我还要拆蛋呢 我还要拆一个女孩版里的蛋 希望能拆到芭比娃娃 我喜欢芭比娃娃哦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拆一个女孩版的吧 看看说明书 这应该是一个戒指吧 需要组合一下子 这是戒指的组装说明书 里面有一张贴纸 里面有一张贴纸 首先呢 贴上贴纸 贴纸 贴纸就是贴在这个位置哦 这是一只小老虎的小老虎图案的戒指 组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你看 这上面呢有一个卡 把另外一个零件呢 往另外一个玩具的这里有一个勾 把它卡在里面 看一步就组装好了 把它戴在手上睡一睡 好可爱的小老虎 很可爱吧 我们呢 沛琪说了哦 我还不想把所有的提具袋一次拆完 我想和大家慢慢的分享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想把我好玩的玩具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好了小朋友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来收看更多的视频 亲爱的小朋友 拜拜